记者张聪秋彰化报道,根据彰化县政府全球资讯网网站讯息,民众在线上民意信箱的发问,以下水稻工程最多,其中不少人担心和疑惑的,会不会完成生活物水下水稻工程,就能从此摆脱臭水沟闻酸臭味之苦。 有民众形容说,彰化臭水沟一堆,彰化人闻臭闻怕了,哪天真的能看到干净水质的排水沟,踏出家门闻不到臭水沟,飘散出来臭味道,这才是百姓真正能感受到的德政,因为跟人每天生活息息相关啊。 施工中的彰化是污水下水稻系统,建府分四期执行,希望111年底完成铺设,管线总长43。 041公里,家庭生活费水油管建引流入水资源回收中心处理,每日约可处理15000吨家庭生活物水。 不少人注意工程进度,关心彰化是水资源回收中心完成建制后,会不会还是继续有臭味,而用户接管完成后的居家生活环境帮助多大? 还有民众担心,水资源回收中心日后洗用后会不会反倒带来噪音和更大的臭味? 对此,建府水利资源处表示,用户接管完成后,生活物水不再排入雨水沟,雨水沟不再发臭,不会滋生蚊虫,居家环境品质会获得改善。 水利资源处指出,建府会在水资源回收中心家庄除臭设施处理,并设计家庄隔音设备,以避免影响附近居民。